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設有一個零頸的三頂點 是-6-2 21-12 這是零頸的三頂點 那第四點我們可以找出來 另有直線 他說Y 等於多少 Y-3 等於多少 等於M Rx加1 他說這一條直線 將這個離型 這個離型 分成面積相等的兩塊 那麼這一條直線的M 斜率是多少 我們知道說 一個那個離型 它是那個點對稱圖形 那對稱中心 是在什麼呢 是在 兩個對角線的焦點 這是對稱中心 點對稱 那什麼叫點對稱呢 點對稱它意思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點 然後經過這裡對稱以後 的那個點 也是落在這個 雲形上面 那這個它有什麼特性呢 你把原來的圖形 你把它轉什麼呢 轉180度的話 跟原來的圖形一樣 就是說 它的對稱點會互相交換 也就是說你把它轉180度的話 這一點就跑到這裡來 這一點就跑到這裡來 這一點跑到這裡來 互相對換 那這個有什麼特性呢 這個就是說 只要呢 就是有一條線 只要通過這個對稱中心 通過對稱中心的話 就會把 這個點對稱圖形 它的面積 平分層呢 相等的兩塊 為什麼啊 理由很簡單嘛 理由是說 這一邊啊 這一邊轉過來的話 這一邊就跑到這邊來 然後這一邊就跑到這邊來 這邊就跑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圖形啊 跟這個圖形的面積會完全一樣 為什麼會完全一樣 因為這個圖形的話 你把它轉一巴巴的圖 變成對方的圖形嘛 那這個圖形的話 你把它轉一巴巴的圖 變成對方的圖形啊 所以這兩個的話呢 是完全一樣的圖形啊 所以面積當然是一樣啊 也就是說 一個什麼呢 不止什麼呢 不止是靈形喔 凡是點對稱圖形 點對稱圖形的話 只要那個直線 通過對稱中心的話 就能夠把 這個點對稱圖形的話 劃分成完全相等的呢 兩塊 好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的話 那我們就想知道 因為他說靈形嘛 那既然是靈形的話 所以的話 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 要把它面積完全平分的話 它一定通過什麼呢 通過呢 中心點 就是靈形的中心點 靈形的中心點的話 什麼呢 是那個 兩對角和焦點 也是什麼呢 也是兩個對頂點 它的終點 因為什麼 因為兩個對頂點 它是對稱與對稱中心嘛 那對稱中心呢 就是兩個頂點的終點 是這兩點的終點 就任何兩點 它的終點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靈形的話 它的四邊都一樣 那我們現在再找個看 我們發現 這條直線的長度 跟這條直線的長度 會一樣 你就帶公式嘛 這個長度多少 也是根號多少 就這個減這個是4 4的平方 加這個減這個是7的平方 這跟了多少 49加上4 416等於65 這跟號65 然後這個呢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跟號多少 這一減是8 8的平方加上 一減是負1 負1的平方 是1的平方 包括64 64加1等 跟號65 所以這是什麼呢 這是等邊的 那它靈形的話 你在往那邊延伸 這個跟這個一樣 然後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樣就是靈形的 然後它的對稱中心在哪裡 它的對稱中心 就是這兩點的終點 這兩點的終點嘛 你就把這兩點取終點出來就好 取終點 取終點 取終點的話 這個是2分之3 然後這一加的話 一加數以2的話 是2分之1 取他的終點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然後呢 這個直線 它要通過哪一點呢 點斜式嘛 通過什麼呢 通過負1 跟什麼 跟3嘛 也就這條直線 要通過這一點 同此也要通過這一點 那兩點的話呢 可以決定 一條直線 它的協力m就等於多少 m就是等於那個 這個減這個多少 這是 負的2分之5 2分之1 減到2分之6 這2分之1加1的話 是2分之5 所以是負1啦 所以答案呢 是負1